25年前1989年6月4号 亲眼目睹六四天安门事件的CNN记者 仍现在就在香港站中进行报道 经过了25年CNN记者Michael再度前进现场 报道民主运动的历史关键时刻 CNN亚洲区资讯记者迈克在香港站中现场 及时连线报道 其实在25年前天安门学运爆发血腥镇压时 原本要采访哥巴契夫访华的迈克 仍旧在天安门 迈克在自己的推特上写道 人民日报谴责战中 于1989年4月26号 人民日报批评天安门抗疫群众可怕的雷同 香港从学生到一般市民 大规模出动抗命争取珍朴炫 国际媒体持续连线及时报道关注 此宣记者轮番上阵 现场采访连线 因为站中可能牵动了效应 不能错过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智霖编译 加油 战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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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